许多人对婚礼策划存有误解 认为婚册只是纯粹的办活动 然而婚册并不如旁人想象的简单 每一个细节和层面都大有学问 投身婚礼策划领域16年 Alice逐渐卸下忙碌的多重身份 转头教育界开班授课 培养年轻的婚礼策划师 她这么做原因无她 为的就是要把仪式感传承下去 我们有教的就是一些文化 习俗 就是已经被淡忘了的习俗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然后也告诉他们这个职场 为什么有它的义务 或者是它的存在价值感 因为现在的人 你听大多数人 他选择持婚 或者是他不想结婚 一想到婚礼都觉得很头痛 或者是觉得没有意义 那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在乎仪式感的时候 这个生命里面是缺乏的 时下许多年轻人向往这一门梦幻又可以创造幸福的行业 却求助五门 Alice因此萌生了传承的想法 婚礼就好像一生人一次的东西 而且它的结合是影响着家庭和婚姻 所以我们觉得是时候我们往教育的路线跑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向往的 但是他们没有通道 他们没有通道去认识这个专业的行业和知识 不知不觉Alice开班授课已经来到了第九届 每次开班都已速成 小班只进行为期三个月 平均人数大概是十多人罢了 因为我们是小型的 很多是关于到心理建设啊 人格培养啊 婚礼策划师很多时候除了能力啊 也包括你的人格啊 人格魅力啊 还有你的品行啊 我们要从内到外啊 都要去慢慢建设 所以我们有时人数还是不会在一个大班子 除了心理建设和人格培养 婚策课程还包括许多看似简单 却不容易的项目 课程里面会包括他怎样做planning 怎样做时间流程啊 或者是节目流程啊 包括是怎样去选项那些音乐啊 然后怎样注意一下一些灯光的搭配啊 或者彩色啊 这些都有 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教他们那些婚礼的传统礼仪 要用的用品啊 过大礼等等 你的客户群开始是80后的要结婚了 那80后的父母呢 很多时候是处在50类和60左右的父母群 他们对这种传统知识也是慢慢慢慢的很弱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补上补上让他们告诉为什么要有传统的这些礼节 纵观分策这一门行业女性远比男性来得多 不过Alice认为若男生愿意投入这门行业未来肯定大有前途 这个行业如果男生肯定呢是男生的市场最大而最次项 因为我们讲在成交里面的时候啊 还是一心相惜 那在婚礼这个策划里面啊 我老实讲啊 主要的decision maker 主要的决策人啊 都是由女生 女生做决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